我們也是有同期 因為我們也是一開始進去的時候 就是有一個真的蠻帥的 現在還蠻帥的 他們並沒有 他們保養還不錯 然後那男的就是 一開始先跟一個長得很像 就是很夕陽年了 也是蠻正的女生 先在一起 而且他們都是跟我同一小組 我們同做一個傳單 然後他們就是那個 然後我就想 沒有啦 難怪有人都沒有貢獻度 哈哈哈哈 他變成在談戀愛的 過了沒多久 就是又同一個Fly 就有三男 三女兩男 那個男的就換了另外一個女的 就變成是另外一個女的男朋友了 因為我跟另外一個女的很好 後來他們就是變得比較嚴重的是 第一個女孩跟第二個女孩 在同一個部門其實 哇塞 但不是比你比靈 就是在一個比較同樣 算是同一個大單位這樣 然後那個女的就不理他 被搶的女生就是 可能覺得你搶我 可是其實那個搶人的人 覺得是他們已經分手了 然後是男生主動的 那當然我只聽這方啦 所以我也不知道怎麼樣 那anyway就是 先來的人覺得有通疊 但後來的人覺得沒有通疊 所以先來的人就持續不理那個後來的人 就在大年間不會講好那種 但後來他們都跟這個男生分手了 然後男生又取了同公司的另外一個前輩 也太喜歡同公司了吧 然後結果這三個人的話就都 都好了 然後甚至兩個女生還 曾經坐在比林而去 然後都有生小孩 好妙喔 但這就是日本其實 對就是大家吃同一鍋粥之後 欸過了去另外一鍋粥之後 就覺得欸其實也可以了 對對對 就他還蠻親近的感覺 然後男生 因為男生真的蠻帥的 嗯就想說算了 對對對 沒辦法 我特別印象的乘客是 他就是在我們 東京農民開的時候 他是一定不記得 但是他就坐在我旁邊的時候 然後就看著我說 然後我那時候還很那個 你知道我想說 蛤為什麼還 我還跑去跟我 當時男僕的前夫 然後我說 為什麼他們要這樣 因為我知道他一定不喜歡我 可是我就覺得 為什麼要這樣子 就是撩人嗎 對啊為什麼要這樣 快告訴我為什麼 我好難懂 但你要收集他的小粉絲吧 喔對應該是 那我就 蛤 所以你沒有掉入他 我整個人就是陷入一股疑惑 你為什麼要跟我講這個 對我想說 你沒有喜歡我啊 對我就好疑惑 所以他就是想要當一個偶像 然後我那時候的前夫回答 是 對就是他可以試說 這個人可不可以進攻 對 然後大概我太疑惑 他發現這個說不通 也聽不懂 真的不會分排 就是算他們兩個鬧得很僵 我們所有的東西都知道 然後甚至可能 他們那個大膽衛的人 全部都知道 但是 對不會說真的會難一點 因為你們家在吃光我屁事 對 還是有點麻煩 就是假如要吃飯 就可能就是 喔對就是還要分開來 現在就不用 現在真的不用 有一個女前輩 然後那個女前輩就是 工作上會表現得很大啦啦 然後很很強勢 就是男人婆感 對 他帶的那個就是 他是trainer 他是trainer 然後他帶了一個男生 就是我的好朋友 他對那個我好朋友超壞的 就是真的是會欺負後輩的那種 男女通常還有好一點 然後會移植氣勢 而且又很情緒化 就是常常就是前一秒鐘在跟 就是其他前輩說笑 然後他轉過來做晚養那樣 對 罵你那樣 對 很可怕 然後就是這樣子的一個人 然後那個時候他 我覺得他可能 覺得女生還OK 所以他對我還蠻好的 但因為我跟那個男生很好 我就會覺得 這個人怎麼這樣 我也是屬於這類的 我討厭欺負我朋友的人 對 我們就知道說他一直很崇拜 一個等於是大我們還蠻多屆的 一個有名的 請問他幾歲當時 他的四十出頭吧 那還好 對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 一月四十出頭 不是就剛好是最夯的時候嗎 對 然後但是那個就是 那個有名的人 他已經結婚了 而且我的image 是覺得他家庭很穩定 然後又工作能力還蠻好的 那那個就是婉娘 婉娘婆 他就會一天到你在那邊說 什麼什麼什麼 前面好帥啊 他這次又做了很好的一個工作 什麼之類的 請問那個考是真的 是好的嗎 是帥的嗎 考不帥啊 就是工作能力 對 但因為他工作能力真的很好 所以我們就覺得 喔所以是一個偶像崇拜這樣 然後但是就過了一陣子 因為你那個我們的研修trainer 只有一段時間 我有一次就在那個樓下的電梯那邊 看到那個婉娘的前輩 懷孕了 而且是非常大的肚子 然後我就想說 喔我怎麼沒有聽說他有結婚 然後我就跑去問我那個好朋友 就說 欸那個誰誰誰 他什麼時候結婚了 他說這件事情到我這麼大 你不知道嗎 後知後覺 對 他就說其實他就是 等於是他們就不倫 然後南方應該是完全沒有想要離婚 你就是沒有想要扶正的 大家都用這招 但是他就懷孕了 而且 就應該是 想盡辦法 該不會是刺破保險套 我不知道欸 反正就是 應該就是故意的 後來就懷孕 懷孕就真的就是 就是說你要負責嘛 所以就後來就好像就是離婚 然後就扶正 扶正之後 然後那個看起來超開心 我就在下面看到他就是懷孕的時候 就是看起來非常的 就是那種 你知道非常的 有盛感 對然後 他就想說 所以我都不知道他這麼喜歡小孩 後來我就問了之後才發現說 根本就不是這麼一回事 那就會覺得他勝利了 一定啊 對可是就覺得哇賽 真的是有這麼寫零零的 而且那個男就是男主真的是還蠻有名的一個人 然後我就覺得 就可能以後是那種飛黃騰達型 會往上升 會往上升 看中了他的這個 就是一定會飛黃騰達的這個特質 而且我就覺得那個 其實應該就是 從後到來都是有 戰略的一定啊 對啊 就是找機會接近他 然後反正就是 我們不是也都說嗎 有人哪下很好 對 就是不停的崇拜他 對 其實這真的很簡單 然後就一直在他周圍畫 然後就跟他周圍畫上去 然後就跟他周圍畫上去 張開了雙腿 對 張開了雙腿 沒有而且我其實好真正的體會 可是我其實真的覺得 為什麼大家都會這麼成功的懷疑呢 好厲害 很厲害啊 可是其實不年輕了 可是其實不年輕了 錯破嗎 然後再加上算日子 可能根本就沒有帶啊 我覺得很多日本男生都不帶 喔對 他可以騙你說 因為日本人比較喜歡不帶嘛 對啊 所以他就不要說 我現在安全起 然後那個男生不宜由他 或者就跟他說他有在吃便利 可是那我覺得如果他真的是 沒帶的話 就比較笨一點 對啊 因為你一定要了解自己的身價 是很容易被人家這樣子 對 所以要小心一點 那時候畢竟我那時候 就是畢竟你不小心一點 我那時候也還沒有 像現在這麼坎坎 我那時候聽到真的太瞎瞎了 欸我其實也會有一個前輩是這樣 蠻多都是用球在招 剛才名人也是 對啊 對啊 所以 所以 那所以當畢竇愛的女生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有受孕能力 因為我覺得這個能力好難喔 很難喔 而且如果 好厲害喔 那就要有 有 有帶仇的 覺悟才能夠搶別人 你知道嗎 我知道 這是什麼結論 而且其實我覺得大家雖然都會 查與放後講一下 但是就是說 就是一個掠奪 講過來的人 對 但是其實並沒有人去批判這些事情 對 我也只是覺得很震驚 但我也沒有想要去 不然他說你這件事 對啊 就說 你開心就好 對 他看起來真的太開心了 我就是想 那個時候有點嚇到 我多了解 很多女生 懷孕的時候 都有那種很勝利的感覺 對 真的是 不知道為什麼 把這個勝利擺在這幹嘛 真的是 而且你這樣一講 我在想說 不知道婚姻關係有沒有持續 我來去查一下 好啊 你都查一下 然後我們公布在下面的留言 好 因為 好像有一個網友問我們說 是不是要小心 只要是跟日本人交往 就要小心被搶走 嗯 對啊 哈哈哈哈 而且你被搶走 大家也不太會同情 重點是 沒關係 你有台灣朋友 對 台灣朋友會同情 對 好 拜拜 今天要講一個 日本很有趣的現象 是我們就是 一直覺得很有趣 要研究一下的現象 它叫做 昏火 空趴姿